至于台湾开展新政治局势的同时 从台湾来到北美 前总统副秘书长罗志强 计划从凤凰城开始 途经洛杉矶 魁北克 迈阿密等 美加两国近30个城市 开展无数天的巡回演讲 罗志强先进成立一个名为野台的社团 希望凝聚台湾在野政治的制衡力量 今天罗志强也来到 北美之行的第二站洛杉矶 宣扬他的野台理念 1月份的台湾大选早已落幕 蔡英文当选总统 同时民进党也在国会 取得绝对多数席位 让不少海外关心台湾政局的侨胞担心 未来台湾政坛会失去足够的制衡力量 目前在美国访问的 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特别成立了野台社团 并展开两万里路云和月 野台美加客厅会活动 希望凝聚在野力量 实现台湾民主制衡 事实上政党轮替在台湾 其实将来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 也就是说轮替是必然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永远不会被轮替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民主制衡的重要性 就在野监督的重要性 这项活动也得到不少在美侨胞的支持 即使我们现在是在野了 我们还是需要大家要团结起来 能够发挥一股很强的制衡力量 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支持他 而近日有民进党立委提出修法 废除机关学校悬挂孙中山一项 引发争议 看看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你就可以发现 什套民进党由于这新国会的开始 已经提出了很多 我们认为相当不以为难的一些法案 那这些都显现说 民进党其实在有些地方 如果你没有一个足够的 在野力量制衡的话 那么对未来台湾的民主品质的保障 那可能会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罗志强两万里路野台巡回客厅会 第二场洛杉矶战 将于3月5号周六下午一点 于洛杉矶地区举办活动免费入场 此外罗志强还计划于今年7月 在台湾展开第二波野台行动 徒步环岛举办野台客厅会 committee 刺挞踪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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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踪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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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擾 Richtung意差utter之一排 leg